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启聪 今天呢 对于全世界来说呢 是很紧张的一天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世界第一八组 美国呢 他们的总统选举呢 就在今天 然后现在正在陆续的开票了 哈 到底谁会做接下来四年的美国总统呢 哈 从现在的选情看来呢 应该是特朗普会领先啦 哈 可是 还没有开到最后一票 都还不知道入死谁手啦 哈 现在看起来多数是特朗普了啦 哈 OK 老实说啦 不管是特朗普做 还是这个贺锦丽做 啊 我个人都不是很关心啦 哈 OK 但是其实老实说一句啦 我个人的观察啦 哈 我认为如果是特朗普做的话 对于马来西亚经济可能 会是有一点好处啦 OK 然后我的理由是这样 OK 如果是特朗普做了这个总统过后 他一定会玩这个贸易战的嘛 啊 钉死这个中国嘛 然后这个中国呢 就很多中国货不可以去这个美国了 OK 啊 然后啊 就会来我们马来西亚这边啦 OK 啊 然后 啊 然后 马来西亚的这个中国货会不会突然间变到很便宜啊 OK 然后呢 啊 会不会对于啊 马来西亚本地的商家呢 啊 造成一个很巨大的竞争压力 啊 其实我觉得不质疑啦 啊 为什么 因为呢 就算是没有这个贸易战的话 啊 中国货本来都已经是很自由的进来马来西亚嘛 是不是啊 啊 难道没有贸易战 中国货就不会给马来西亚带来压力呢 一直以来都是有嘛 是不是啊 我不觉得他会突然间增加很多啦 但是呢 啊 如果特朗普那边打贸易战的话呢 就啊 很多本来要去中国那边的发展呢 就可能会过来马来西亚了啊 啊 大家有听过什么叫中国嘉义吗 就以前中国是世界工厂吗 全部人都跑去中国开工厂啊 啊 但是因为这个特朗普搞了这些贸易战过后呢 很多人从中国搬出来去其他地方变成嘉义啊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啊 OK 这个时候呢 这个马来西亚就会变成很多个嘉义啊 OK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啊 但是可能等下美国的这个同伙分账变高的话 然后这美国被币加息 然后马币又会贬值 这个可能是他后遗症啊 但是如果单单论马来西亚的经济的话 应该会变好一点啊 OK 那如果是贺锦丽做的话 就跟现在没有两样哦 什么差别都没有了 好 OK 好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彩测了 未必准了啦 OK 我们讲回来 其实我今天真正讲讲的东西 我跑题跑太严重了 OK 我今天呢 我一直在观察这个美国总统选举的开票结果了 好 然后呢 他的开战结果现在大概是这样啊 特朗普248票 还差20多票 他就赢了 OK 好 然后重点是那个地图 红色是特朗普共和党的 然后呢 呃 民主党的啊 你先记住啊 他们的分布图啊 OK 什么位置 东南西北啊 上下左右中间啊 是红色 还有蓝色啊 你会发现到呢 这个蓝色呢 他聚集在啊 这个西边 东边还有中间 几个特别的地方啊 然后其他全部都是红色啊 OK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图 这个图就是美国的中位数收入啊 以每一个州为标准大家看一下啊 啊 颜色越深的就代表越有钱 颜色越浅的就代表越穷啊 然后你把两个图拼起来看 你会发现到啊 民主党现在赢下的州呢 全部在美国都是有钱人的州 然后共和党赢的地方全部都是穷人的州啊 OK 非常的可怕 我告诉你啊 所以我今天看了这两个图对比的啊 我得出一个结论啊 美国的政治呢 是妥妥的阶级斗争啊 OK 我讲过的阶级呢 就分三种阶级嘛 啊 就是最穷的劳动阶级啊 然后中间点的中产阶级 然后最上面的是资本阶级啊 OK 所以这个妥妥的是阶级斗争 因为美国虽然他有种族问题啊 有黑人白人之间的问题 但是呢 黑人毕竟那个数目是相当少一下啦哈 他的这个社会分歧呢 不是以种族作为社会分歧 而是以这个阶级作为社会分歧 这个选 总统选举已经看得很清楚啊 啊 有钱人都是占民主党那边啊 然后呢 这个 呃 穷人呢 就是占这个特朗普那边啊 OK 好 所以 我是没有什么去研究他们民主党跟共和党平时做些什么路线啊 但是我们从这一个政治结果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 就是呢 共和党的路线应该是收割了绝大多数的穷人 劳动阶级 低学历 低知识 低技能的群体 啊 跑不掉了 OK 啊 然后呢 这个民主党呢 他所收割的这个支持者啊 多数是来自资本阶级 然后我觉得还包括了中产阶级啊 我看这样的话呢 应该是呢 蛮多中产阶级也是支持这个民主党了啊 啊 然后真的是很低下阶级的劳动阶级而已 才是支持这个特朗普 但是很奇怪的是啊 全世界的第一首富哈 特斯拉老板伊隆马斯克支持特朗普 哈哈哈 OK 好 so呢 美国的这个啊 总统选举的结果呢 就充分的告诉我们美国的这个政治呢 完完全全就是这个阶级斗争 穷人跟富人之间啊 的对抗啊 我觉得可能啊 这个资本阶级跟中产阶级是一起的啊 啊 然后呢 啊 特朗普那边全部是劳动阶级啊 OK 然后有没有什么阶级以外的成分啊 比如讲啊 种族啊 宗教啊 我觉得比较少啦啊 OK 以前说这个特朗普是大白人主义 但是我看这一届好像没有什么打出白人主义出来啦啊 上一届就比较明显 这一届好像比较没有啊 OK 也不需要啦啊 为什么 因为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拜登过去这几年做总统做到很糟糕啊 他只需要一直拿拜登的那些政绩拿出来讲就可以了 OK 好 总的来说啦 到最后这个总统会入死随手 我觉得多数是特朗普胜了啦啊 可能这个赫锦利最后一秒啊 来一个大翻转也可能的啊 但是这个机会很渺茫啦啊 但是无论如何啦 特朗普做的话 就像我刚才开头所说的 我觉得对马来西亚经济应该会有一点好转啊 啊 理由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那个中国加异啊 OK 但是大家要做好一个准备马币会贬值啊 这个应该是会来的啊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